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是我们讲六域 刚刚讲六域链能够更好地去从顶层 因为帮助很多行业的物联网的生态建设 能够从顶层给他们规划和指导 那么更加从六域模型的角度 从方法论的角度 可以帮助大家去扫走弯路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是从链的这个字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 六域链针对物联网的区块链应用 做了很多的专门性的这种优化 那么更好的可以让这个物联网 能够来使用区块链这样的一个技术 帮助它来完善 所以这就是我想六域链的两大优势 好 谢谢陈杰博士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六域链 这个在是如何 这技术层面上来说这个六域链 那我想知道一下 在未来或者是现实生活当中 已经有哪些行业或者项目 运用到六域链了呢 好 我简单介绍 我可以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是从我们的食品安全 这个农业开始 因为大家知道 在中国现在整个的食品安全问题 非常严重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素缘技术 说去追溯这个食品从哪里来 素缘是什么呢 素缘就是说 比如说你今天吃的这个肉 它是哪头猪 这个身上的肉 它怎么被养大的 它吃的是什么饲料 感觉好神奇 对 但是这里面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的挑战 因为我们要做到一个食品的素缘 我们就要从它从生产养殖开始 到它的这个加工 处理 流通 到卖到消费者手中 所以它就会经过很多的环节 那么那你想要去掌握 这么多环节这些信息的话 这里面就会存在很多 有可能会被造假 被数据篡改 等等这样一些问题 所以到最后的话 你就其实已经不了解 这个数据的真实性 但是有了这个六域链之后 我们一方面可以帮助 每个环节 用物联网来获得这些数据 包括这个鱼怎么养出来的 这个猪怎么养出来的 这些数据 第二个 当这些数据都上传到 我们六月链上之后的话 我们就会为这些数据 建立一个信用的背书和档案 而这些数据就不可被篡改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保证 将来整个食品的素缘 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和客观的 让消费者能够比较放心地 吃到这样的一个食品 那么这是第一个例子 那么第二个例子的话 就比如说是 从我们交通角度来讲 比如说我们现在 每个人都会开车 事实上我们也越来越希望 就是会采用一些 车联网的一些终端 把我们车辆的一些数据 包括它的一些状态 行驶的里程 包括一些速度 等一些数据 都可以采集上来 但是就是以往这些数据的话 因为车主对隐私的这些考虑 也很难去被挖掘利用出来 但是有了这个区块链之后 一方面我们可以就是说 去保护车主的一些 隐私性的一些数据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可以把一些有价值的 一些车辆的一些数据 可以进行开放和利用 那么这样的话 有了这些美辆车的数据的话 我们事实上可以帮我们 整个交通的优化管理 整个这个今后的 初始的这个便捷性 包括也可以反作用于 这个车辆今后的 这些维护保养 等等这样一些服务 那么陈建博士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那如何让这些车主 提供信息给你这个系统呢 对 因为这就是我们讲了 区块链的价值 也就是说区块链不仅能够帮你 锁定数据的信用 同时我们也可以 以Token的这种方式 来激励对一些数据的贡献者 那也就是说 你每天在开车的时候 你都可以获得Token的一些激励 那你可以拿这些Token 以后可以去换汽油 买汽车保险 做保养 如果在你的生态里都可以的话 那么我相信每个车主 都会有更大的意愿 去贡献这样的数据 为了社会也为了自己 是 是 这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如果这个信息放着 不用也是不用 对 对 对 何必不把它换Token呢 这里面就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区块链就能够 帮助我们整个社会 把原来闲置的 或者说没有充分利用 挖掘的这些数据 能够把它价值充分地释放出来 对 对 是 是 好的 谢谢 我们沈杰博士 那David 你有什么想法呢 对于这个区块链 以及物联网 包括这个结合起来的六一链 它的应用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的 我从一个所谓的商业应用的角度来看 主要是有两块 第一块就是我们其实有跟一些合作伙伴 在设计甚至可能在今年的某一个时间点 就会启动我们一个物联网数据的交易平台 所以刚刚有提到像说从农业这些溯源的这些数据也好 或是说从使用者或说汽车厂他们这些数据 透过车联网的方式导入到我们链上面之后 我们要如何让对这些数据有兴趣的保险公司 银行或是其他的一些机构 他们有这个方法可以买这些数据 而且因为这些数据它是不可篡改的 它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用这样的数据甚至可能从保险公司角度 它在做这些所谓的就是精算的时候 它可以更精准的去计算说 像也许这一群人甚至是这个车主 他的保费应该是多少 而不是就是因为依他的年纪或是什么的 然后用这种非常笼统的方式去计算 这个也是我们跟一些保险公司现在在谈的方向 这是第一个应用 这是数据交易平台的部分 那第二个呢刚刚您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说为什么驾驶人他会想把他的数据 放到这个链上面 那那沈博刚也提到说 因为他们会拿到一个token 那这个token呢就是我们六一链发行的SDA token 这个token主要就是可以奖励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些行为模式 的一些企业也好或是个人的行为模式 让他们愿意把他们的一些数据放到我们的链上面 然后可以透过这个激励的方案可以把他们数据卖掉也好 或是说提供给需要这些数据的人 那很多人认为说这好像会侵犯隐私或什么的 那我讲一个比较实际的情况 就是说很多人有像老年痴呆症 那他们就是说家庭要照顾这些老年人其实是很困难的 很多药厂他们都在研发这些相关的药 那因为有一个项目其实是我现在在谈的 就是说他们很希望就是有一些药厂 他们希望可以找这些老年痴呆症的这些家属 然后支助他们然后可以提供一些数据给他们 就说针对这些病人的他的饮食运动习惯 然后去发明下一代的药 那这样的情况就一个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他们在我们流域链上面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这个Token可能会变成的是有机会可以来照顾 这个病人的费用可能医疗费用或是相关的 其实都可以透过这方式去照顾这个病人 那同时呢药厂他可以拿到这些数据去研发下一代 更好更适合的药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物联网跟区块链的融合 其实最后就是应该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互助的模式 就是相当于药厂拿着Token 然后去买那些数据 然后呢参加进这个 或者说这个项目当中的那些病人的家属呢 可以用自己的数据去换取这些Token 是这样一个模式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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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些Token又可以变现 变成了可能医疗费用 对对对 或是照顾的费用 对或是将来直接这个Token就可以用来作为医疗使用 是的 没错 我觉得的确这个非常有趣这个设计 那沈杰博士能不能给我们预测一下 未来五年或者十年 这个区块链以及物联网这样一个模式 你觉得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觉得未来五到十年应该是 对我们整个社会和生活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很大影响 我想从三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从我们自己的 作为日常的老百姓和消费者角度来讲 我们吃的 穿的 住的 出行 旅游 教育 医疗 养老 这些方面都会被物联网和区块链所改变 让我们更加的高效 更加的便捷 更加的舒适 第二个可能是对于像企业这样的一些主体来讲 他们在生产经营棍当中 他们的供应链管理 他们的融资 他们的安全 他们的市场的拓展 这些方面也应该会被物联网和区块链所改变 让他们的企业运行效率可以更高 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 应该是对我们的政府和城市的管理者角度来讲 我们的交通的治理 我们的环境的治理 我们的市政设施的管理 包括我们的安全防范 但是这样的一些方面 我们也可以用物联网和区块链 来帮助提升整个城市的智慧的 这种管理的这种程度和能力 所以应该来讲的话 物联网区块链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五到十年 就像现在的互联网和手机一样 来改变我们整个社会 好 谢谢宁静博士 那其实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法律层面上来说 或者它对于区块链来说 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 那你觉得在多长时间之内 这个法律调息会明确的出来说 给这个一个区块链 一个这样的监控等等 对 多长时间我也不好说 因为可能每个国家 都有自己的一个法治的 一个治理的一个进程 但我想区块链 这样的新生事物 就像当年的互联网一样 互联网用了多久呢 好 互联网应该也是五到十年 五到十年 对 因为这个 当然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加快 因为整个社会都在进步 所有管理的能力 决策的能力也在加强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 区块链这样能够 为未来整个社会 带来这么大改变 特别是有助于 社会进步的这样的新的技术 我相信也会在最短的 最快的时间里面 各国的在政策和法律上面 给完善 让新的技术 能够真正对整个社会有帮助 好 谢谢沈杰博士 那David您对沈杰博士 这个对未来五到十年的展望 是有一致观点的 还是说你有反对意见 我当百分之一百二十 同意沈博士说的 那我觉得 其实我们六月链的整个愿景 其实也就是可以达成 就是一个更好 就是说让通过区块链 我们整个社会 大家会比较愿意 可以去帮助别人 它是一个社区的一个模式 那透过物联网跟区块链的结合 我们当然希望 就是说 透过这样子 我们的整个社会 大家的整个经历的机制 甚至可能有些科技的一些发展 可以透过物联网 我们可以再做得更好 那这个都是我跟沈博士 这几年一定会继续努力下去 对 的确是给我们的社会 带来了很多帮助 包括刚刚说的 把这个自己不要用的信息 分享给大家 因为可能你觉得 你这个心思是没有用的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或者对治药厂来说 它就能开发出一个 治好很多很多人病的 这样一款药 所以它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有价值的数据 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 最后我们的节目间 也谢谢电视前观众朋友们 收看我们本期节目 大家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